12月5日早上,刘依菲在个人社交招号上发布了一张电影《花木兰的海报图》,还配为Match27。 这个预示着刘依菲主演的电影《花木兰》将在2020年3月27日正式登上大萤幕与观众见面。 在刘依菲放出的《花木兰》最新海报中可以看出刘依菲一身红衣,将近P的牌架,快着剑梢。 刘依菲右手持剑,披散的头发在空中飞扬,整个人看上去英姿萨爽,很有性格影像的风范。 不过刘依菲这张海报却盗到了网友的调侃,有网友发帖称,刘依菲花木兰这个眼神好像高中时期起早上早赌课的我。 而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很多网友的认同,太木了我的天,她没有那个精气神,而且不是刻意演出来的精力摩奈,就是没法使自己英姿勃发。 这眼神好丧,不是丑不丑的问题,是眼神的问题。 有网友还拿出了同样在好莱坞打拼的华语女性刘依菲跟刘依菲做对比。 有网友称问题不在于刘依菲的半相丑不丑,刘依菲原本刘依菲要丑得多,但刘依菲眼神有细,而刘依菲明显眼神不到位,眼神没有细。 确实两指相比刘依菲显得眼神有点呆滞,眼里没有光,缺少杀气。 但在电影没有上映之前,单凭一个眼神其实也无法对刘依菲的演技做出评判。 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刘依菲的眼神也不是母,只是太过平和了,让人感受不到力量,不知人间几苦。 没有欲望,没有很近,眼神太平和了,刘依菲从外表看就是一个很温柔,很善良的林家姐姐形象。 刘依菲在很多作品中,例如天龙八部,新年齐家传周,给观众呈演,也一直是那种娇柔小女子的形象。 而且从刘依菲顺利的信徒来看,刘依菲显然也是没有吃过什么苦,没有特别的经历。 刘依菲自然是很难有花木兰那种坚硬的目光,很显然在外国人眼中的花木兰,跟我们眼中的花木兰形象完全不一样。 第四名,白贝的花木兰究竟会拍成什么样,相信很多演迷也非常期待。 不过,电影明年3月才上映,现在下结论还为是过早。